总统大选之后 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改革 痛定思痛去找败选的原因 民进党这一边呢 除了检讨过去执政的缺失之外 也要为520要上台开始做准备 重中之重 就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内阁名单 有评片媒体报道说 赖清德在民进党党务会议下 下达了封口令 被征询者如果透露消息 可能会见光死 如果名单被外流 也会追究究竟泄密者是谁 只是呢信任的格魁人选 大家都众说纷纭 外界就点名了 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 亲平台董事长郑立军 还有呢经济学者朱敬一 都是可能有成为德魁的人选 对此呢民进党就回应了 报道名单与内容纯属意测 不是事实 人事的进展将会循正式的管道 公开公布 只是呢党内的中央级人士就分析了 从客观的情绪而言 除了黑马之外 林佳龙跟郑立军 出任总统赖金德的第一任 行政院长三长的可能性都不小 柏林桃要带您看到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选后也展开了大规模的 党务组织改造 将正式裁兵党中央 及各县市的黄复兴党部 黄复兴党部可能将走入历史了 党中有党的情况将不再出现 但此举是否会引发党员的大反弹 受到党内的高度关注 相关的改造案 这一块今天就会送到中常会来定案 而这波阻改另一个重点 就是青年组织了 为了换血召回年轻选票 国民党将会把所有的青年组织 统合为青年数位部 并且成立工作坊 让青年的工作全面整合升级 也将为2026的基层地方选举 全面储备人才 首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年轻人 参选2026的里长选举 阻改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智库了 未来立法院八个委员会的立委 将会加入智库 内整 国防 外交等等八个组别 除了让智库内造化之外 也会进一步的实质整合智库 跟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同时朱立伦这波的阻改 也将党务人士全面内造化 重要的职务全部都是由立委来担任 除了智库执行长文传会主委云林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党部主委之外 未来的青年数位部主委 也将由不分区立委葛如君来兼任 黄复兴的财病过去只是一直以来 在党内都有人在讨论 只是如今黄复兴党部 纵然在正式选举 影响力已经可能没有那么大了 但在党内的选举 特别是党主席的选举 一向扮演最重要的关键角色 得黄复兴者得党魁 都是外界常常在说的 不过如今呢 朱立伦大刀砍向了黄复兴党部 似乎也想展现自己想改革的决心 令同但您看到民众党了 要维持自己的媒体声量 主席柯文哲呢 先前就喊出了2026大选 选国的议员习次要N加1 也就是如果选区 目前有现任的议员的话 就加一位提名人 而没有议员习次的选区 就是勇敢提名 对此呢 民众党的文宣部前主任柯元 他就直言说 他认为N加1绝对是14比0 因为他听到现任的民众党 14席的议员 私下对这件事情已经炸锅了 气得要死 而且全部都是举双手反对的 而这样的政策 很有可能会造成 两败俱伤的局面 毕竟呢 议员的选举 等于就是跟党内提名的人 一起竞争 柯元也提到了 2022年呢 民众党在全台提名了 86席的议员参选人 最后只有14席当选 为此他也直白了点数 N加1政策的三大问题 包括了票源分散 地方组织不稳 还有党内会没有人 他认为 如果不好好培养累积经验 直接压苗助长 硬推人选 到头来恐怕只会一场空 三党后续的发展 也让外界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推播资讯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